哈喽大家好我是我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虽说水行的魔女啊已经完结了许久 但我还真没有抽出时间有看上几集 其实这些呢完全无所谓啊 丝毫不会影响我会多一个白猫老婆 那今天要和大家拆盒分享的就是 在旗舰店还没有通知补款 就已经从其他渠道拿到的 由万代出品SHF系列 米奥利奈伦布兰 包装的规格除了没有开窗 其他的和同系列的小狸猫啊完全一致 模型的说明书呢 又非常环保的印在了包装内侧 内包装是一个单层的吸塑 内容物呢多是表情和手型替换零件 模型拿到手中呢 基本上就是之前SHF墨丘利的改模换色 再加上也拼装把玩过FRS的那一款 实际上手以后啊并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那模型的各处细节呢 我们还是从头部开始看齐 在面相的刻画上啊真的是超级好看 不愧是我的白毛老婆 哎尤其是这个眼妆啊 简直是魅气十足 那除了这个默认的表情以外 不但有一个怒猴脸 一个闭眼脸 一个生气脸 还有一个开心笑脸啊 总共是四个表情替换零件 没有这个受到惊吓的崩坏表情啊 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前发零件真的是超级松啊 轻轻一碰就掉了 还有就是因为头发的造型啊 替换表情都只有一个耳朵 看着还是挺喜感的 头发的发丝细节呢 就比较模糊了 上面是带有一层淡淡的阴影涂装 在头发根部啊 带有一小段的可动空间 头发对于头部的抬头可动 影响还是蛮大的 低头和左右侧摆 倒是有着一个不错的可动表现 红果避让也是可以进行 360度的水平旋转 身上的制服啊 和小狸猫那款 除了颜色不同啊 其余的完全一致 深蓝色的零件是塑料橙青色 除了领带这里 红色和黑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涂装 上半身的可动表现呢 和小狸猫也是完全一致 这里呢 就不做过多的展示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啊 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在手型方面 除了这对默认的手型零件以外 不得有笔叶手 五指开张手 五指挽曲手 冰掌手 十星挽拳手 抓过手 一个指向手 一个抓过手 总共是七对手型替换零件啊 简直就是电庞级的手型战士 哎 完了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腿部 连裤啊 这里啊 是一个消光的漆面质感 中间的缝线呢 是一个光泽之感 并且带有一定的落差 靴子的镂空处啊 就是通过涂装分色 进行了体现 这个地方的漆面啊 就是非常的马虎了 模型当中呢 是没有附带裸足的零件 这一下子啊 就没有了灵魂 在胆裤和腿部的连接处啊 是有一段球形关节 在腿部的侧踢呢 是勉强可以达到90度 前踢还有后踢 借助球形关节 都是可以达到90度 向内屈膝可以达到130度 脚掌可以向上翻折 脚踝这里啊 该有一小段的向内接地可动 在灵魄件当中呢 是附带了一个 和墨丘利拉手的手型零件 好嘛 这又是多了一对手型啊 还有一个小番茄啊 造型是非常的BGM 最逾谱的居然是啊 这么多手型啊 却没有一个能拿得住它 最后就是这个小林猫 也有附带的学生手装 左白了在尼玛 不就是一个黑色塑料块吗 那看完了本款模型的全部内容 最后我们来进行一下总结 商品发售日期 23年的10月份 全高13厘米 那本款SHF的米奥利拉 个人感觉啊 除了连扩画的质感以外 和FRS相比 还真没有占多少优势 更何况它有四张多的售价 并且塞了一堆意义不明的手型零件 还不如像FRS一样 给个铲子或者水壶 那以上就是本期 模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五王王 如果有下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